研究一下也好 我又不知為何有這麼多嘉賓 你會找我 為何呢 你給我一個機會認真 我就是所以會先找你 問題是他現在研究 研究一件事 給別人供樓 其實我們2012年大家可以找回 2012年我們出過一個 調查 之後我們有一個意見 應該給別人買樓 他現在持續5年之後 才說去研究 重點就是 2012年 當時我們都做過一些統計 有些戶口 當時沒有積存超過100萬 但都已經超過60萬 都有很多 那時候你還要記得 窮人因物那層樓 的時候大概是那些年份 1112年 很多樓那時候都是200至300萬 你給60萬 給那些人做首期 上載車 還要等你陸自居 什麼居屋等等 這些叫後知後覺 你現在就叫做亡陽保勞 好像昨天政府也說 其實給你供樓都沒有什麼用 當然沒有用 你後知後覺 樓價都飛升 但是 我覺得方向也是要這樣 因為整個 強積金 那個目標 最底 是說 因為香港有一群人 他無能 所以政府要幫他儲錢 你不是這樣的理由 有什麼理由 你猜政府裏面的人很厲害 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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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有什麼分別 政府裏面的人很厲害嗎 他自己行政會議當然有厲害人 亦都有些做生意破產的人 在裏面 你都不是很厲害 你為什麼要代政府 這個是 其實全港 你問市民 有誰喜歡強積金 根本就沒有人喜歡 現在叫做 算了 我知道很多利益在背後 很多基金經理 他不需要表現 但是他又有錢收 有management fee收 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 但是第一步就是 你要給市民去決定 他們應該怎樣做 就是自主權 是的 公樓是其中一樣 起碼有這樣的需要 公樓之外 你的想法 可能是其他用途 總之交回自己手上 起碼做一樣 我知道以政府做事 那種 他會很慢 你看我們建議了五年之後 他才發覺要這樣做 但是 我想是 先是一個方向 逐樣逐樣來 那怎樣 他用了錢 許晶 退休 他想不到車 怎麼辦 你只是問 而且香港人一向的 退休方法 不是要靠政府 是希望自己有些資產 你說是否獅子銀行 這個不重要 但是 沒有人想靠政府 如果我能夠買到一層樓 我能夠有股票 我有騰訊 我退休 我為什麼要靠政府 說到尾就是 為什麼政府說 我不讓你去決定 要我幫你決定 就是 因為他覺得 他自己有能力 他覺得 某部份的人民 是無能的 他才有這樣的事情 如果不是 我自己 我是一個基金經理 要不需要你們幫我去決定 這根本是開玩笑 但問題就是 他覺得有一班人 沒有能力去做 所以他一定要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就是這樣 請教我回到鍾哥 鍾哥 你怎麼看 剛才在黃先生說的那些說話 我覺得 就是反映了一部分 那些就是 就是不用擔心退休 還有現在經濟環境比較穩定 他覺得真的 我的薪金 為什麼要你去分配我 如何去投資 不如我只投資更好 這是真的 但是對於基層的市民來說 當然是另一番說話 因為他很擔心 未來那個退休問題等等 但是總體來看 我覺得 政府現在這個 所謂推出這些方法出來 我覺得是 是怎麼樣呢 是矛盾和混亂的 為什麼呢 就是 因為 第一 我們看到陳金林 和陳茂波 我們不斷地說 小心 樓價裡面是波動很大的 還有息口不斷會變的 這個事實上是真的 大家看看 說了幾年了 還有 你想一下 在03年那時候 SARS的時候 10萬個負資產 多少人呢 我們最多的 不是那些 買私人樓那些 最慘的是 居屋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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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怎麼樣呢 職業不穩定 接著收入就低了 那就是供不起 為什麼呢 要給銀行 銀行之後呢 他居住都沒得住之外 就不可以再申請公屋 這個才慘的 不可以申請公屋 因為呢 在公共房屋政策裏面 一生人 只是享受一次公共房屋的資助 無論你租的 或者買的都好 變成他出去了 就不能回頭 好慘 除非你破產 所以變成當時 我們遇到一群居居居民 他們供不起 怎麼辦呢 就有住了 現在想去劏房 那一輩子 除了你破產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而方式 林鄭一不斷地 又有一個混亂和矛盾 她又不斷地說 置業為一個首選 和一個正確方向 那就是矛盾 你想一下 你現在又要小心 雖然你說說了五年 但是誰保證 2003年誰保證得到 突然爆發出來 就爆發出來 剛才去政都說了 誰知道樓價高高低低 誰可以保證 這個矛盾的地方 他們要怎麼做 現在又說要講 這個強積金 可不可以給別人這樣做 當然 如果那些有百多萬 那些 有什麼所謂 但是這十多萬 那些又如何 給了之後 當然 其實我們強積金 我都不贊成 因為最好就是一個 全民退休保障 才是最穩定的 好了 現在政府說 我都說有變相的 全民退休保障 就是那些生活津貼 但是相對 它有資產審查 有一個收入審查 如果你高過 譬如說兩個人家庭 你高過一萬二元左右 你就不可以申請了 單身高過七千多元 就不可以申請了 那你想一下 退休怎麼辦呢 如果你擁有十幾二十萬 那些 你想想 你如果用二十年退休的話 你每人除掉它 一年都可以花一萬幾元 那些資產來講 它有兩個層次 收入和資產 譬如說 兩個家庭超過十四萬四千 的話 就拿不到最高一個 那三十幾萬 就是拿到最低那個 那樣 就算你說四十萬 你如果用二十年去除它 每年只有兩萬元 你怎麼花呢 你怎麼花呢 花不到這樣來說 根本保障不了這些基層的人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要用這個 強積金來做的話 其實真的想一想 就是 這班人 是不是真的這麼需要買樓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 最穩定社會的經濟 一直以來 由殖民地年代 到現在 是靠什麼 靠公屋 為什麼 公屋就是租金便宜 令到經濟可以穩定 令到收入不用那麼高 這個是最重要是這樣 這個是最大的支柱 對整個經濟發展來說 如果你是置業的話 沒錯 如果是經濟穩定的人 沒有問題 一不穩定怎麼辦 這個是我們最擔心的地方 但是有了家庭 就會安心一點 回應市民 是嗎 光英健 買樓 其實看看 他的針對對象 好像阿忠這樣說 其實 公屋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相信 他這番言論 是對於一些中下層的市民來說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強積金的供款 其實他有一個封頂的 就是三萬多元月薪 你就封了頂的供款 是 比你厲害的 比如說自業 你不會說五十多歲才自業的 你大概都是三十多歲 就去想 大概你做了十年 其實那裡 比你一出來 已經是兩三萬人工 中間又加下 其實 說的是 你最多是儲了四十多萬 你就算拿出來 你等下 就是樓價如果是升六七個百分比 其實已經沒有了 就是這三四十萬 何況你還要想想 還要儲一些呢 留下之後 你六十多歲的時候 就是退休 因為政府經常說 強積金不是沒有用的 只不過要一個長的時期 讓你去滾傳 那你就見到那個成效 姑且當成這樣 但是如果你說一開始 就是我工作 頭十年的錢 就拿出來供樓 那其實是不是一個 智商矛盾呢 第二部分就是 樓價的管控方面 就是政府 其實他現在 可以管控樓價的能力 大家有目共睹 是不行的 那你有什麼信心 告訴別人 就是拿強積金的錢出來 不會完全抵消了那個升幅呢 還有就是 現在升到 嘻嘻含含含了 其實這幾年都是 但是問題 你又去給一個訊息出來 跟你說要去搞辣椒 就是不要給市場 有一個錯誤的訊息等等 那你是不是 其實也是鼓勵樓價繼續向上呢 所以我覺得 就是這幾個矛盾位 就是政府一定要去面對去處理 那也是 郭先生也想請教一下 坦白說 第一現在政府說是研究 第二 那我開到一個選擇給你 我沒有叫你一定要買樓 所以其實 如果一些 譬如中基層的朋友 他都考慮到 我的能力有限 他自然你推他 都不會這麼做 但是 不排除有些可能是黃拔 有些他的能力是上少少的 他的資金又多少少的 那現在開到門給他 那麼多個選擇應該不是壞事 你怎麼知道 其實本身這個強制性的 就是強積金 其實他顧名思義就是強迫你去處處 所以問題就是 政府又要回頭了 那是不是覺得 他說那三根之柱 大家不需要再說了 那其實就是 你們大家 各自理 所有事情 無論是退休也好 就是 置業也好 各下自理 那我就放手不管 那這個是很大的一個 就是轉向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過往都罵強積金的 只不過那個方向就是 要有一個 就是全民退休保障 但是現在他不是 他現在是 就是比較偏向 可能是 一些人說廢除強積金了 或者將那個強積金 任你自己怎麼去使用 那我覺得 就是一個牽涉政府角色的 就是一個轉移問題 政府說研究 是拿來做首期 剛才聽到幾位嘉賓都說 那有差點錢去供樓 那萬一出事 那怎樣 那現在要易按揭 問許晟 到時候又可以退休保障 當然易按揭 就是某些人提出的機制 或者某些城市 剛才再三提到新加坡 都是有成功的情況 不過簡單來說 新加坡的樓市 就是一個管控下的樓市 從它誕生過 就已經是 所以都想請教回王拔 就是我們遠的不說 就是回歸這二十年 九十年代和二千年前後 坦白說樓市兩次想 都是斷崖式的 那你想一下二十年都已經發生了 將來怎麼辦 如果大家有些印象 我曾經在好幾年前 我上過城市論壇 我想唯一一個我是這樣的 就拿著一包碳 就上了港台 然後就說 只有香港是這樣的 有一包碳上面寫著 叫人愛惜生命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絕對就是03年那時候 大家記得 就是很多人燒碳 所以我也不是說 去現在給水晶求大家 我不是告訴大家 樓市是一直會升的 所以你就應該拿些錢 強積金去買 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你剛才聽到我們的討論 的而且確 香港有一部分人有這樣的心態 就是有些人是無能的 他們買樓一定是接火棒的 你不要給他們錢買 因為他們最後一定是輸了錢 有些人是這樣想的 只不過我想說 只要大家認清楚風險 這個東西是你的生命 你去決定 那些錢是你賺的 剛才很有趣 有些說法還說 例如國家 就要你還錢 對 可以強積金 加拿大 所謂的Pension 拿些錢還錢 我真的拘捕 還什麼錢 那些錢是我的 還給誰 留下來退休用 但沒有還這個概念 如果我拿出 那些錢是我的 洗了就洗了 還回去 你退休時又問回政府 不是 問題是 其實你不要覺得那些人 他拿些錢出來 當然有一些人 他控制不了自己 你高能就行 我不是那些人 我不會視 我不會視 有一些人在這個社會 是一個妇女 我永遠都要 我不希望是這樣 縱使我知道現實上 可能有些人 譬如說 你強迫人去儲錢的時候 其實他一樣可以 在64歲 臨拿這個強積金之前 之前那天 我去澳門賭一局 然後輸完 他一樣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其實那個概念 說迫人去儲錢 其實我覺得是 是 是不對的 Anyway 現在去到現在的情況 就是 既然 香港 是有 有些人就是想上車 這是他自己的決定 做人就是這樣 你決定對 我便為你鼓掌 你錯的時候 我們都要做 譬如我們做基金 都不敢說 我們每個月都會贏 我們都有輸 我們都是承受風險 香港何時去到一個 已經不需要承受風險的城市 香港何時 所以說 香港沒有創意 或者有些人覺得 香港沒有希望 我覺得就是 有這樣的思維 就是不要犯錯 不要擔心 因為所有事情 你有機會輸 越來越多人敢說 所以香港這個城市 有些人是覺得 他沒有希望 是有原因的 不好意思 我明白 你未必贊成強積金 或者任何這些 中央要管控的 所謂退休保障 因為客觀上 它已經存在 我們已經不討論 是否廢除NPF 因為我們現在討論 不是向月的方言 是說 NPF已經存在 開放去公樓 有些好事之土 好像小弟 如果你可以開放公樓 其實它是一種投資工具 投資平台 什麼都可以投資 這個 我都不相信 我都可以是practical 或者 所謂英文來說 corruptible 我不要跟你說 立即取消強積金 你就是在公樓 因為現在香港的土地問題 永遠是最多人去關心 很多報紙的頭條 都是跟土地政策有關 我覺得 何話則也不是迫你去賣樓 我只是給你一個選擇 你可以不用的 這就是我的問題 如果真的廢了NPF 那一回事 你現在又不是廢了它 我給你投資 而你的投資 開了那道門 只有一道 就是公樓 這個邏輯通不通 因為對我來說 其實公樓是一種風險最高的投資 如果我們大家去講邏輯的話 我和你講一天都可以 但邏輯根本不應該存在 這是我的邏輯 但我們沒有辦法 有這麼多時間去講 所以我覺得 政治也不是講邏輯 只是講現實 只是講選票 選票很多時候 有時候都不合理 所以我覺得 從一個政策的角度去看 就是開了這道門 因為現在也是政府拿出來 我們無謂去講有其他的資折 給不給炒股 不要說 不是 應該真的要說 除了出公樓之外 譬如我真的炒股票 買你的幾檔 買你的基金 還賺錢 這樣也可以 那我認為邏輯上是對的 許正說真的沒有那麼高 我覺得邏輯上是對的 但我們都明白 政府又被人拉布 你還說這麼多事情 我只要專注於一件事 最關心的 我們知道 沒有可能政府一步 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逐步逐步來 首先先說買樓 那算不算你潛藏 你都承認了 其實背後有一個邏輯 就是買樓 你起碼不會先虧 我不是 我只不過就是 給你一個選擇權利 等於結婚一樣 可以是幸福家庭 可以是家庭破裂 不然政府說 你們不要結婚 我看到有些例子很差 不如我幫你配對婚姻 人生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無論在合理 所謂邏輯上 又或者在邏輯上 我覺得應該給人民多一點自由 而在做 怎樣做 先說一件事 以後的事先說